记者鼎伟杰家事报道 詹林蕊是人称龙师的嘉义师猴雕刻祖师爷詹龙的遗孀 他在民国79年詹龙病逝后 因为思念丈夫而开始创作石雕 龙雅的他在无声世界里努力创作 无师自通用手工打造猴雕天地 作品为半浅雕风格 扑着带点抽象 让人感受生命的力量 总统蔡英文也收藏詹林蕊一件 20多年的作品放在官邸 詹林蕊佛三日过世 享受87岁 让人缅怀他追寻艺术的坚毅 及对嘉义师雕艺术的贡献 詹龙过世后 妻子詹林蕊 张子詹哲为 次子吴黄杰 女儿詹黄罗及女婿黄清明 继续从事石雕创作 家族有5人从事石雕创作 称为侯雕家族 詹林蕊儿时 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魔硬炮击受损 导致龙雅与丈夫詹龙相处的36年岁月中 一直是詹龙创作时最佳助手 吴黄杰说 爸爸打的都是粗胚 妈妈负责打量磨瓶 一个打 一个磨 刚好是一对 詹林蕊的猴雕 纯粹用手工打造 半浅雕风格 让人联想到非洲原始 不落的图腾 扑着而带点抽象 心力内敛 看久了一种物形的力量 渊源而出 詹林蕊自从81年起 透过参展 让外界注目到素人石雕家的作品 十多年前 她因摔伤痰瘫痪 自此卧病在床 几乎不在创作 由子女延续其 对石雕创作的精神